今天是父親節 我老爸70歲了 我想講一些我跟我爸爸之間的故事 來給各位分享 也讓我爸爸知道我記得哪些事情 我記得最小的時候 我爸爸抓了一隻蜥蜴給我玩 那時候我大概三四歲 然後我媽媽在煮菜 他把蜥蜴放在一個塑膠袋裡面 而這個塑膠袋裡面 我的手卻被蜥蜴咬到 這時候我媽媽就開始念著我爸爸 我爸爸一副很愧疚的樣子 然後又不好意思的那個群結在我心裡面 另一個記憶是 在國小我們有教幾分之幾 怎麼相加之間的問題 而我坐在一個小桌子上面 我爸爸坐在後面 當他重複不厭其煩地教我的時候 我還是學不會 我可以感覺到他呼吸的變化 我也可以感覺到他快要生氣 要罵我的感覺 曾經我爸爸喜歡玩大家樂 而在那個年代裡面 他很想要把錢攤回來 所以他就越賭越大 越賭越大 最後的結果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錢輸掉 而家裡面的人開始因為錢輸掉 有很多人來討債 有一些情況 那個過程 我媽媽的狀況 我都還記在心裡 我那時候甚至想 如果有人能夠終結掉賭博 我一定選他當總統 而那時候剛好是第一次民選總統的時候 曾經我出社會工作了 曾經我出社會工作了 在過年的時間身上沒有錢 而我爸爸在我們過年回來的時候 在身上拜拜的時候 他跟我講了一句話 其實還是得要出去外面拼 在山上種離子 真的賺不了多少錢 所以他會建議我趕快出去外面拼 如果真的不行 家裡面多一副筷子 多一副碗都不會餓早 而那個當下我心裡面超級的難過 也超級的感動 有一次我爸爸在山上開農運車 然後從上面疊下來 疊下來了以後 我知道的時候 他已經在住院 我那時候知道的時間點 是十一點四十幾分 而我在台北圓環 我不知道我怎麼樣子去坐車 怎麼樣子回到厚裡 所以從那一刻開始發現 我人住這麼遠真的是對的嗎 我是不是應該要離開這麼遠的地方 回到厚裡或者回到台中 來尋找其他工作機會呢 在他們發生任何狀況的時候 我可以在第一時間 跟到他們身邊來照看他們 有一次我爸爸從山上回來 把衣服跟帽子脫掉的時候 我瞬間發現他的頭髮怎麼這麼白 突然我驚覺原來我爸爸真的老了 他也已經快要七十歲了 突然之間我的心情整個完全的不一樣 我們可以好好在相處的時間 就是這麼的短暫 從此以後 心裡面有不一樣的一個境界 爸爸對山裡面的三合院 有一些想法 他不希望山上的房子 落入不是姓蔣的人身上 因為我對房地產有一點點了解 我做了一些法律上的訴訟 告了身邊自己的親戚 這個過程當中很多人在罵我爸爸還有我 為了讓我爸爸的一個希望 不要自己的土地變成不是姓蔣的 就算被別人罵 我也覺得我應該要這樣做下去 今天是父親節 跟各位分享這樣子的一支影片 與爸爸之間的一些小故事 希望大家心裡面 你跟你爸爸之間的小故事 你也能夠記在心裡 也希望所有的人的爸爸媽媽 身體健康萬事如已 謝謝